9月21日下午搜狐视频出品人论坛在北京举行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CEO 搜狐视频CEO张朝阳出席了活动 到自媒体广场和出品人参观交流 针对自媒体领域网声内容时代来临 搜狐提出打造知识化视频新的平台战略 在论坛上搜狐高层和自媒体出品人 针对搜狐56自媒体战略现状 和互联网影视IP孵化新玩法 如何打造独具气质的爆款自媒体 垂直领域网声内容商业化新方向 出品人联盟的建立和服务等专业角度上 探讨网声内容发展趋势 毗邻搜狐视频出品人论坛的 搜狐视频出品人广场 作为本次出品人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几时加自媒体出品人设立展台 不间断播出自媒体视频内容 同时举办各种粉丝活动 而当晚的搜狐视频出品人大会 决出了十项大奖 包含搞笑 科技 汽车 美妆 游戏 美食 亲子 旅游 星座和创新奖 各路优质自媒体人竞争激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切被想象中快 吞没了我的迫不及待 一瞬间把风雨般弥漫 幸福不灭而来 这一刻它我缓缓拉开 It's amazing 原来时间早有了安排 Here w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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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leash the nerve Here we go go Unleash the meaning Here we go go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 北京报道 10月21日下午 搜狐视频出品人论坛在北京举行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CEO 搜狐视频CEO张朝阳出席了活动 到自媒体广场和出品人参观交流 针对自媒体领域网声内容时代来临 搜狐提出打造知识化视频 新的平台战略 在论坛上 搜狐高层和自媒体出品人 针对搜狐56自媒体战略现状 和互联网影视IP孵化新玩法 如何打造独具气质的爆款自媒体 垂直领域网声内容商业化新方向 出品人联盟的建立和服务等专业角度上 探讨网声内容发展趋势 毗邻搜狐视频出品人论坛的 搜狐视频出品人广场 作为本次出品人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几十家自媒体出品人设立展台 不间断播出自媒体视频内容 同时举办各种粉丝活动 而当晚的搜狐视频出品人大会 决出了十项大奖 包含搞笑 科技 汽车 美妆 游戏 美食 亲子 旅游 星座和创新奖 各路优质自媒体人竞争激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切被想象中快 吞没了我的迫不及待 一瞬间把风雨般弥漫 幸福无灭而来 这一颗大漠缓缓拉开 原来时间早有了安排 Here w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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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leash the nerve Here we go go Unleash the meaning Here we go go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 北京报道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